今天疫情肆虐而且现在染疫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尤其是儿童很多是没有打疫苗的 现在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他们会不会染疫 万一染疫了如果是中重症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但也看到美国的数据 有差不多75%也就是四分之三的儿童都曾经得过Omicron 我们都知道呢这Omicron的传播率非常的强 但是大部分都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状的 但我们但也看到美国呢 其实Omicron他们认为是全球主要的病毒 而目前大家也都采取跟病毒共存的态度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取清零政策 但现在美国总人口3.3亿来估算的话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染疫了 当然呢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打疫苗 至少有千万 除了他们是不适合打疫苗的人之外 还有人就是对疫苗的不信任 那么现在呢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有确诊的迹象 但我们在但也来看到的是 美国呢其实在2021年12月 大约只有34%的人来感染 但是来到了2022年的2月 已经来到了58% 等于超过一半的人口了 这样的数字呢也让很多人觉得不敢大意 但是现在儿童拥有染疫后的抗体的比例呢 也从45%增加到75% 所以呢他们还是呼吁了 如果你不是儿童 而且呢你也没有被医生说 你不适合打疫苗的话 还是赶快去接种疫苗比较保险 那么对于儿童而言呢 现在还要再做更密切的观察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